县议员罗美玲成立竞选总部之后 日前举行由医药界及长照团体组成的后援会成立大会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南投县医师工会前理事长汪清 亚医师工会理事长吴建民 以及各地医药界长照服务团体等等诸多工会 都派代表到场致意 县议员罗美玲则表达感谢支持 今天有这么多重量级的好朋友在我这 那当然对我来讲在这选举就是一个定心碗 像刚刚我们蔡奇昌副院长他有提到 我们都很怕说告喜真的不是如我们所预期 其实蔡奇昌院长讲的每一句话 他其实都是都是说到我们心里 这部分可能要帮我们顾票一下 因为只剩下27天了 那这未来的20几天对我来讲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重要 不管你在这里有没有票 有没有票也许户籍不在这 没关系如果说有南投民间的朋友 真的是要拜托大家 出席的来宾众多 南投县职能治疗师工会理事长朱立瑶表示 南投县偏向医疗资源缺乏 相对需要更多长照福利 他肯定罗美玲议员用心服务长照的领域 今天很高兴能参加罗美玲议员成立的 长照后援会的成立大会 那为什么会来参加 因为罗美玲我本身在医院服务 其实大家都知道南投地方的医疗 有时候在偏乡是比较缺乏的 那南投县的只有罗美玲医院 他比较能够在长照这一块 可以对我们一般的居民 甚至居家 他自己的新住民协会 也都是对居家的照护 因为有时候医护的人员 我们自己在医院就很清楚地知道 医护人员其实有时候要到偏乡 或者是到各个病患的家中去照顾 是有困难的 县议员罗美玲成立南投县家庭照顾者 关怀协会 也成立新住民权益关怀协会 日前由亚医全联会理事长谢尚廷 带领来自全台各地的理监视团队 还有22个县市的亚医施工会 及众多医药界人士 还有长照服务团体 踊跃与会 现场热络温馨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